一天的健康就从蔬食开始 欢迎收看蔬食够健康 观众朋友我们这一集呢 要吃得比平常更健康 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 薇薇蔡老师 薇薇蔡老师好 智莉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蔡姐看到你就觉得 哇这好简单喔 然后怎么今天也没有油 也没有调味料 我们当然可以放油 但是要好油 但是我们今天要来介绍一个 很特别的体质 对 你的新书来了 我的新书 对 这是我跟老中医一起合出的 胃病先法 然后要有我们的体质 判断我们的体质 然后来吃对食物 一个食疗的常备菜 所以观众朋友们看到 这上面其实是两个人 是老中医跟薇薇蔡老师 所以你看这就叫做 一加一大于二 对 而且不止二 真的 哇里面很丰富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 今天要来介绍这两道菜呢 当然一个是有机的这个博士茶 去做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艺人糙米饭 那另外就是要来用山药呢 去炒一个蘑菇豌豆 对 看起来都是很家常的菜 对不对 对啊 那老中医希望我们 就是从我们的日常的料理里面呢 就要改变 然后让我们的体质回到平衡 所以这道菜专门如果说 你有弹湿体质的 那弹湿体质的 它所有反应大概就是肥胖 糖尿病 就是喝水都会胖的那种 对 高血压 对 然后接踵而来 你如果这些你都不管它 那你可能有心血管的问题 中风的问题都会接踵而来 所以我们希望呢 是可以胃病先防 对 所以就是预防生理治疗的概念 大家就很清楚 是是是 而且 平常你从吃 其实我们本来我们这节目 就是要吃的够健康 对对对 那我们今天又针对体质 然后让你就是 针对你自己的体质 然后调整得更健康 就是从吃开始 没错 对 哇这本书 而且呢 它上面呢 就是针对不同的体质 对 它把所有这些体质 你可以用的食材 全部都写出来了 对 所以就直接照书里面 去做就好了 非常简单 好那这一道呢 很难煮的就是艺人 对 那其实有了压力锅 再难煮也很简单 难 其实从水尾 那应该没有难的吧 所以你刚刚讲 我就愣了一下 怎么可能难呢 是是是 原来是时间比较长 对时间比较长 可是时间比较长 菜姐又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就是换了锅子就好了 没错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艺人倒进来 好这边带一杯的艺人 一杯的艺人 洗干净就好 不用泡水 不用泡水 我这想摸 对 然后再来是糙米 那你记得 你如果有弹尸体质的人 尽量不要再吃白米 对 我们就吃糙米 对 那今天要介绍一个有机的博士茶 南非的有机博士茶 那它 这是红茶 对 它是红茶 其实它不是茶 它在我们 如果中国人的眼里 它其实就是一个中药材 它就是像薄荷一个植物的草本食物 那水要多少呢 我们刚刚是各一杯 对不对 对 那我们一样 我们大概要两杯的水 两杯半的水 两杯半的水 对 两杯半的水 那我们除了我们刚刚的博士茶 所以博士茶茶包先把它泡开 对 先把它泡开 然后我们大概要倒两杯半 这样 两杯半 对 所以我们不是用一般的水去煮它 不是 我们是直接用博士茶的红茶 对 因为博士茶它本身 它也有它的微量的元素 是 然后吃了以后更好 而且它是平性体质都可以吃的 对 所以博士茶 而且它不含咖啡因 最重要是不含咖啡因 对 它连孕妇都可以喝 这样是两杯 两杯 然后再半杯 要两杯半 因为我们是两杯的米 对 那我现在用的是 中医来讲是甘蓝水 也就是小分子水就对了 甘蓝水 对 甘蓝水 就是小分子水 所以我们如果说 我们的体质需要代谢比较快的 因为我们就是 为什么谈是体质 就是你的身体里面的湿气 都排不掉 那我们需要有好的水 来帮你代谢掉 所以就需要一些小分子水 还有这个微量的元素 让我们快速可以排掉 而且身体比较容易吸收 那甘蓝水其实在中医里面 就是你每天要 不要卡起来 卡起来这样子 在古时候要一万次 对 古时候没有这样的技术 那现在有这样小分子的技术 就可以比较简单 所以像在书里面 它把总共把我们的体质分成12种 分这么细 一般我们可能在书上或什么 大概看到大概是8种 10种 老中医把它分到12种 12种 对 那当然你要判定你的体质 从书上它会写一些症状 有有有症状 对 你可以自己区分 或者是说 如果你有熟视的中医 你也会 它也会告诉你 对 它会帮你判的 看舌头 把麦 然后看你听你的症状 就可以帮你判断出来 对 然后针对你自己的体质 然后就可以煮出 就是在家里平常料理 就可以好好照顾自己 好 我们来换一下这个锅子 那第二道我们要做的是 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我们的一个山药草蘑菇 对 山药草蘑菇 好 先开火 可以先开火 好 那这边很简单 就是蘑菇呢 我们一定要热锅 然后热到它锅子够热 对 你的蘑菇才会香 才会好吃 通常有时候我在家里煮蘑菇 就会煮得有点湿湿的 然后那个香味其实不太够 所以我去餐厅 说实在我喜欢点蘑菇 因为我觉得他们煮得比我还要好 这里你只差一个步骤 就是锅子不够热 所以现在蔡姐一讲就懂了 对 你锅子够热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怎么煮怎么好吃 怎么煮怎么好吃 对 然后再来就是切洋葱 对 好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山药要切 那山药我不喜欢先切 是因为它会氧化 对 会氧化变黑 不然你还要准备醋水什么的 太麻烦了 所以我们就等一下要煮的时候再来切就好 所以你看这多符合书上写的 老中医说要吃好 对 那蔡姐说要好吃 好吃 对 所以它从食物上面就是 真的是一加一大于二 现在觉得这本书不买不行 一定是就是你把食材 然后就是经过蔡姐的手 就是要很简单 然后做的好吃 而且要好看 然后老中医再去把她的智慧 对 全部醍醐灌顶 似乎都功力都加注在你身上 而且这道弹湿体质呢 老中医说要断糖 你开始犹豫了吗 会不会很多人跟我一样断糖 对 什么黑糖 白糖 红糖 全部都不能吃 连蜂蜜水都先不要喝 对 就要断糖 所以如果你是弹湿体质 真的要听话 真的要听话 然后你要等它变成平衡以后 你还可以再慢慢地加 对 身体健康其实最重要 对 那我们就是试水珠 对 水珠要热 你的不锈钢锅的热度才够 对 那你的 你如果说你都没有试水珠 你就去煮 那你当然你的菇就不会香 这样子 对 那我们的菇 这个时候就可以放进来了 可是你不放油 等一下再放油 好 对 因为你放油进去 因为你的菇都吸油了 对 所以我们要先让菇香的话 一定要让你的菇 它的多糖体要出来 然后它的菇触锅之后 它才会香 然后先把它的水分给排出来 然后你再放一点点油才会香 可是有时候我会怕这样会不会沾锅 所以我刚教你的方法 就是你的锅子如果够热 它就不会沾锅 真的不会 不会沾锅 而且它会香 它等一下就开始香 所以这是技巧 对 这真的就是技巧 而且很快出水 很快啊 很快 那你有沒有听到 QQQ的声音 这个就是锅子热了以后 那个蘑菇在里面跳舞了 对 所以听到这个声音 就会很有 会很兴奋 没有成就 而且完全没有沾 对啊 没有沾 因为有时候我觉得用不锈钢锅 最怕就是锅钢 对 那你只要有一点点技巧就好了 或是要热 要热 一定要热 然后用水珠下去试 是 对 然后缺缺缺 它这里面很 而且现在已经有香味了 很愉快地在跳舞 你看就是要这个颜色 对 就是要这个颜色 而且好香 对 你的菇如果没有这个颜色 它根本不会香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黑胡椒粉 放进来 对 那你又更香了 那黑胡椒的香气就进来了 然后我们的洋葱进来 所以这个顺序真的跟我一般 我们自己在煮饭不太一样 对 那你洋葱进去 我们就可以放一点点油 好 放一点点油 对 然后顺便这个时候 我们的洋葱跟蘑菇就可以炒香 对 非常好 可以可以 其实我放非常少 对 汁里都知道我们好油不需要太多 好香 对 你看 这边要关小火 对 好 然后我这个时候 这个关小火要几分钟 关小火大概十分钟 十分钟 好 我盐巴先放进来一点 好 这个时候呢 我就让这个洋葱开始炒香 然后我的山药现在可以开始消了 现在才消了 因为不然你就容易黑啊 那不然你要泡醋水是不是很麻烦 对 对 那你就这个时候开始切 所以现在这个锅子也不管它 对 你就因为你还要让蘑菇跟洋葱炒香 对 所以你可以帮我拌一下 好 终于有一点功用了 这个蘑菇就是餐厅看到的蘑菇 对不对 所以油后面再放 就是每一道菜其实技巧都不太一样 对 因为我们不要让烤油过度的烹调 所以我们把油后面放 它就不会过度的烹调 而且你这样子油量也真的放得非常少 没错 对 那因为我们山药有时候 你的手会痒嘛 对 就是因为它那个黏液 对 所以我都是这个时候我才放 不然你就要戴一个手套 对 因为如果太早切起来 它真的就会黑掉了 对 那你还要泡醋水是不是很麻烦 就这个时候丢进来就好 然后 很豪迈的把它丢进去 我们的 然后水 水 放一点水 好 好 盖锅盖 然后等一下它冒烟 它现在也冒烟了对不对 我们大概两分钟 这道菜就完成了 好 所以我们等一下 好了 好快喔 你看 而且都那个 那个碗豆还是绿绿的 对 因为我们煮的时间很短 然后就是自己焖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山药就很好吃 而且你看它整个 家常的一道菜 对 但是很 就是我们这个书呢 就是希望你从家常菜里面 就可以入手 对 就要改变你的组质了 不要你每天的吃三餐 而且就要改变 所以我们不给你吃药膳 所以你看我们的书里面完全没有药膳 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会改变我们的观念 就是从你平常的 这个其实就是一道家常菜 没有什么 可是事实上 如果你看 像我们就等于是照顾到我们的家人 就把那个弹丝体质的慢慢慢慢的 就是很没有痕迹的这样 不着痕迹的就把它改变掉 对 尤其是如果有一些家庭病史的 像很多高血压它就是都会遗传嘛 那我们就尽量从我们的三餐里面去改变 对 所以这道真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家常菜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等这个 对 这个养生糙米饭 是 10分钟泄压了 我们这个是用红茶 有机博士茶做出的 颜色果然 有没有 不一样 对 那一样它跟那个电锅一样 就是好了之后收一下水 它的饭就变Q了 对 对 所以我们卸压之后还要不要再等一下 卸压之后不用等 卸压之后就可以开了就可以等了 但是它等一下会变Q 对 你等一下 开锅盖以后等一下它会变Q 对 因为它现在比较湿润嘛 对 那你等一下看它就变Q了 对 这个是 对 然后你看这个 感觉就是 因为你看这艺人 其实吃起来那个口感就会非常好 对 然后我们就这样倒扣 对 哇 好漂亮 对 你看 这个是我们的南非有机博士红茶 对 的糙米艺人饭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蘑菇炒山药豌豆 我们准备上菜了 对 第一次吃到用茶下去煮了 是啊 而且是有机的博士茶 对 然后这个艺人跟糙米本来很难煮 那这样煮就不会 有没有很Q很香 好好吃 对 如果这样子家里把那个 本来晚餐要煮白饭的改成用这个就好了 我们其实就是希望一日三餐 从此改变 不要再吃白米饭 对 然后我们从我们的一日三餐就开始 调整我们的体质 这个好吃 对 然后这一道是改变我们坛食体质的 最好的 对 很简单啊 对 你把饭改成这个 我们的有机的那个博士茶的糙米一人饭 对 然后取代你的白饭 然后这个也是你平常煮饭就可以吃得到 还有山药 对 像山药 蘑菇 豌豆 这个平常菜市场都可以很容易买得到的 老师这道菜它盖了锅盖 其实冒烟之后大概煮一分半钟 对 就好了 这个山药应该有听到那个声音就是 会脆的 还是脆脆的 对 这个口感很好 总比那个就是有的可能煮太久会烂烂糊糊的 没错 对 所以老师只是很大方很大气的随便切块 一块一块的然后这样子下去煮 对 就是非常好吃 这样比较有口感 好吃 所以以后我们家里的饭也要改成这个东西 是 然后我们也来换换 用有机红茶来博士茶来煮饭 对 把那个水把它取代掉 别有一番风味 而且颜色看起来也很漂亮 非常谢谢维维蔡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个 就是对身体很好 然后跟老中医一起就是搭配合作的一道 就是两道这样菜 对 从平常日常生活就开始调整 对 非常重要 观众朋友都走走走看 谢谢大家 来市场 好 吃 谢谢大家 感谢